我现在天下第一雄关 嘉育关 长城文化旅游景区 我对面就是天下第一雄关 嘉育关的景区大门口 这旁边是人工售票通道 这边还有自住的 旁边有公厕 周围都是美食餐饮 还有一个大屏幕 是嘉育关的介绍 我已经买好票了 是一百一 从中间的大门进去 带大家好好的参观一下 检票进来了 这嘉育关被称之为天下第一雄关 或者是连锤索要 位于甘肃省嘉育关市 主要景点有嘉育关关城 玄壁长城 长城第一吨 以及黑山石刻 木兰城 七一 冰川等等 嘉育关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 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道 明长城沿着建造的规模 十分的壮观 这里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 古代的重要军事堡垒 素有中外聚房 河西第一一口的美称 眼前看到了一尊骑马的铜像 这就是冯胜上面写的 在我的正对面 大家看 这个壶就是九眼前壶 九眼前壶的海拔在1600米以上 干旱少雨 这个降水量一般是在80毫米左右 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十几倍 所以看起来这个湖水比较浅 长满了这种水草 这里在古代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水寨 对西北的这个高原的大环境来说 嘉玉关似乎又是一处小盆地 主要水源来源于这个麒麟雪山和冰川 刚才坐火车的时候 大家看到周围都是雪山 我现在已经看到对面的长城了 我现在终于到达了天下雄关的检票口 从这个口进去 再次检票进来 上面写着天下雄关 给大家环视一周 这边是蒋姐的接待处 旁边是麦水和雪糕的 这边有一棵参天古树 根据箭头的方向 这边是出口 出口那边还有薄鹿馆 可以参观 看一下上面的诗 是出家玉关的游感 师傅 大家看一下 特别的壮观 这个石头像翡翠一样 我现在直接沿着中间的站道 登上着天下第一雄关 可以注意到在长城的旁边 我右手边有一块黑色的石碑 万里长城嘉玉关 这是1961年立的 这是东闸门 双层的 上面金色的字 特别的雄伟 这个东闸门 根据介绍 是进出城关的主要的通道 这个门高度 门洞的高度是4.2米 宽是3.8米 近身是10.6米 是用石条和砖 累气而成的 而且墙壁上还镶嵌有 这个木条 一共是36根 支撑柱 看中间还有这个铁门 铁门壁比较薄 是黑色的 在城楼的瓦盖 也是属于这种灰色的 硬山顶式的建筑 进来之后 发现两边都是精美的壁画 比如说嘉玉的晴烟 这边都是城关 山水 这边属于北墨平沙 看一下我的对面 进来是这样的场景 这两边 关于嘉玉关的壁画 也特别的精美 看这上面是 浴泉 浸雪 还有这边 是西山古叉 哇 太壮观了 从东扎门过来之后 又看到了一幅 巨大的导览图 大家看一下 有三十华里 是古代重要的丝绸要道 看看我现在的位置 进去之后 这边有各种的阁楼 非常的详细 阎武场 这边是将军府 还有柔远楼 西瓮城 里面还有瓮城 城关门 首先看一下这边的碑冷 特别的壮观 我正对面的一个亭子里 有一处石碑 天下 雄关 红色的字 石碑的高度 我觉得差不多有 四五米左右 这里面都是碑廊 旁边就是城墙了 从碑廊里看一看 这里面可全都是石碑 从前面看一个有代表性的 看一下这块石碑 写的是 威震华夏 哇 特别的震撼 从碑廊这边穿过来 哇 这边的规模太大了 而且地面铺的是鹅卵石 目测一下城墙的高度 应该超过了十米高 看中间的这个阁楼 特别的雄伟 这边好像是登上阁楼的入口 从这边走 这就是登上城关的 第一座阁楼 上面写着是 微轩中外 红底黑字 栏杆都是金色的 两层结构 上面的横梁 都是绿色的 支撑得住是红色的 穿过来之后 有两尊石狮子 呲牙咧嘴的 特别的雄伟 先看一下对面 写的是 转正乾坤 在这座乾坤的正对面 是一座官地庙 在门口看一下 进来了 这里很像是北京的一座四合院 从门口看一下 继续登城墙了 终于来到了城墙脚下 这道门是朝宗门 旁边一块石碑绿色的 也写着朝宗两个字 为什么叫朝宗门呢 意思就是效忠朝廷 忠于君主的意思 看这边这个石头确实是古代遗迹 进来之后发现这里像是一座瓮城 这边有很多的碎石子 晚上旁边有灯 发出金灿灿的光 然后在我正对面 就是第二道门 这是光化门 看看上面啊 天下第一雄关 阁楼在城墙之上啊 还有三层 估计这阁楼的高度差不多有四五十米 这道门呢 长度就达到了二十二点六九米 高是这个六点四六米 宽度是四点一五米 中间都有这种铁门啊 晚上可以上锁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石头 石块特别大 这个砖墙也是 里面特别的回音大 而且也特别的凉快 穿过来之后啊 哇 这里面的空间简直是豁然开朗啊 分别看一下 在右边是光化楼 左边是演武场 前面是将军府 那就先看左边吧 由左至右 然后再往前走 这就是练武场 两边都是大炮 这是炮车 在对面啊 有一座旗子 写着一个帅字啊 旁边都是刀叉剑戟 各种武器 看中间 这里确确实实是一个练武场 看上面还有亭子 再看一下对面 这就是游击将军府 门口两座石狮子 金色的牌匾 天地正气 两边都是简介啊 这里面是一个两院三厅的建筑结构 占地一千多平方米啊 看一下中间 两座大缸 储水的 左手是武堂 右手啊 是书堂 中间 金色牌匾写着 神威 神威 这个中堂是一个议事厅啊 看 后面一幅老虎的壁画 文臣武将大将军齐聚一堂 在这里议论的 从义事大厅旁边绕过来啊 后面有道小门 这个小门非常窄 只能通过最多两个人 红色的门 进来之后发现 后面是后堂啊 这个院也挺大的 我对面是东厢房 就是生火做饭的地方 与这对称的是西厢房 这里是吃饭的地方 相当于客厅 中间这个主店呀 是后堂 这个后堂里面是 休息居住的地方 从这过来看看 这相当于卧室啊 这边是书房 这边就是卧室 相当于寝室 桌面上还有果盘 后面是床 家具 是这样的啊 都是古代服饰 在门口出来的地方 还分别发现了 东尔房和西尔房 这个西尔房是管家 管家的住所啊 是这样的 另一色的东尔房啊 则是士兵的住所 都是土炕 木桌的 栩栩如胜 这回啊 将军府就都转完了 在将军府的旁边 还有一座景亭 原来有一扣景 现在被照起来了 旁边有卖水的 可以买水 对面啊 就是家喻关的主城楼了 这就是柔远门 旁边是有马道的 但是从城庭这边 绕过去之后 也有马道 这座柔远门啊 它的这个长度是27.18米 宽是4.18 高度是6.41米 我现在进来了 这里面回程很大 特别的凉爽 看一下这个石台阶啊 石头特别的宽 中间的铁门特别厚啊 大家看一下 厚度超过了20厘米 四周都是砖墙 这又到了另一座凤城了 接下来进入到 这是汇集门 汇集门就比较窄啊 但是宽度和高度 都跟刚才的那些门差不多 这道铁门呢 厚度也接近了20厘米 中间还有一道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是什么吗 可能是关门时的柱子吧 这边有卖水的 如果渴了可以买水 在这买了一瓶汽水壳 是5块钱 我现在从旁边的马道 登上汇集门啊 带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马道的小门 这好像是一种武器 这边有台阶段 是后来为了上去方便修筑的 这边则是确确实实的是马道啊 这个倾斜角在45度左右 我现在站在城墙顶上了 哇 这个景色太壮观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刚才喝水的地方 旁边还有一个马道 是到另一个城墙呢 与这个城墙不连接 在对面 五六公里的地方啊 是长城的第一墩 也都属于嘉域关的 这个围景区 看看这边啊 城墙上面 尤其是我左手边 这个方向是西啊 这也有一道城门 是 嘉域城关 下面是 城关门 也就是说 从这道门穿过去之后啊 就从嘉域关这边出去了啊 这上面面积非常大 尤其是对面 对面下面的城门是 柔远门 上面的阁楼啊 则是柔远楼 三层的 我站的位置啊 是汇集城门上面 这座楼当然是汇集楼 这是汇集楼的里面 透过锁的看一下 里面有一些废弃的砖料啊 这边有一处 呃 著名的景点 汇集门楼的这个啊 南北长 东西宽 分别是这个2.58 3.78 高度是4.67米 在建造 嘉域关的时候啊 呃 有一名高超 技术高超的工匠 经过周密的计算 呃 最终提出了这个用材的方案啊 嘉域关全程完工时 最后就剩了一块砖呢 呃 计算的非常精准 就把它放在了这个汇集楼这里 留作纪念 以表示对 劳苦工高工匠们的纪念呀 不得不说 古代的工匠真的是太智慧了 误差就是一块砖 看看下面啊 汇集门与 柔远门中间这段 瓮城 呃 对面有旗帜 这就是 柔远门楼 大家看一下这座柔远楼 周围有柱子 环廊 这是砖墙结构的啊 呃 上面都是 呃 这种 绿色的横梁 特别的漂亮啊 上面格楼上有各种的花鸟兽 山景的图案 这边有楼门 上面还有屋脊兽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 城墙的 这个方向是东啊 就是我一路走过来的方向 右手边 就是练武场 看这边的大炮啊 呃 这边各种武器 对面还有休息的区域 四角啊 都有旗帜 这边就是将军府 占地面积 达到了上天平米 这有一座马道 是 围着这个城墙 转过来的 然后在我的左手边这里啊 这个区域也是有马道的 我是从这个马道上来的啊 呃 对面的城楼啊 就是光化楼 因为下面是光化门 我是沿着东闸门 那边有 呃 朝宗门 一路沿着地下部分 上来的 现在来到了地上部分 我觉得这个 呃 那边是东吗 东欧城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 这边当然是属于西欧城啊 大家看一下中间围起来的 哇 这个面积 我觉得上万平米 不成问题啊 现在我打算 从旁边的马道 马道在这呢 下去 然后从下面穿过去啊 才能到达最后一道门啊 带大家参观一下 这边是户部连接 不通的 只能从 这里下去 这就是最后一道城门啊 家喻 关门 走在这 回程很大 想要登上这个城门的楼顶啊 必须得从 呃 左手边的 这边的马道上去 旁边还可以穿 大将军的服装 照相 先从城门里头走 过去看一下 这个城门也叫做西城门 啊 门上刻有家喻关 三个字 这个长度啊 也是25米左右 宽是4.2米 高度是6.3米 跟刚才看到的 那些门的材质 都类似 我现在从家喻关 这道城门过来了啊 发现这边的空间非常大 看一下周围 呃 这边还可以 穿着古代大将军的服 拍照 这边还有骆驼 这几只骆驼体型特别的大 尤其是趴在这里的 这只棕色的骆驼 眼睛特别大 特别可爱 我现在准备 登上对面的 呃 西城门 嘉喻关城门 大家看啊 这里面 还留下了 深深的马车印记啊 大家看一下两边 马车 经过了 呃 数百年 这个车轮印 依然很清晰 这边就是登上城墙的马道 照相馆 这是马道的入口 发现 这边的马道特别新啊 沿着马道上来了 原来这边还有望远镜 旁边还有大炮 看对面 是一个观望楼 这个方向是南 这个方向是西 先看一下这座城楼啊 就是 家喻关楼 都是三层的一座楼 占地是 呃 约556平方米 看中间的这个门是绿色的 周围都是灰墙 在北边 对称的 呃 这边有大炮 可以看到 下面还堆满了 呃 柱楚石 这是 就是 成大柱子的一种构件啊 大家看 与对面的这个 东面的这个 瓮城是不相通的 那个方向 是北 看看周围 好像那儿有一个化工厂啊 对面就是柔远楼啊 我现在再从这边绕过去 到西面啊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西门这儿 摆满了大炮 从中间 这个墙口啊 看一下对面 这是刚才我走过的 骆驼的区域 还有一座亭子 周围都是 一望无际的 戈壁滩 似乎来到了 沙漠地带 这就是 天下第一雄关 家喻关 我现在到 那边的角楼啊 再给大家拍一下 大家看一下 原来这座角楼啊 叫做建楼 由于在南面 所以叫做南建楼 南北是对称的 高度在5.6米左右 一共是三个面 主要起到观察 眺望的作用 这边啊 绿树环抱 我手指的方向啊 就是家喻关 城市中心的方向 周围有很多的 这个化工厂 尤其是中间的 这座塔 是什么塔呀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以后登上去 带大家参观一下 站在这儿啊 整个家喻关的 这个城墙的壮观 就可以 一览 无余 左面是家喻关楼 右面是柔远楼 我打算 从对面的柔远楼啊 一路走到 光化楼 在城墙上绕半圈 再带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又沿着马道 上到了柔远楼 准备 围绕着城墙 转半圈 好 终于来到了这座光化楼了 从对面的柔远楼到光化楼啊 需要花费五分钟的时间 如果围绕着这个面积最大的这个城墙 绕一圈需要花十分钟的时间啊 先看一下东面 这下面的这道门 就是朝宗门 这是朝宗门楼 门楼的高度在这个五点八七米左右 从这个门楼里面穿过 看一下这是瓮城啊 这边就是光化门 上面字写的是天下第一雄观 非常的雄伟壮观 再看一下城墙的另一侧呀 这下面就是刚才走过的这个观地庙 第一道门 周围都是城墙 对面就是九眼全虎 又看到了城市中心 以及对面对面的这座古塔呀 非常的壮观 大家觉得这儿的景色漂亮吗 我现在从这边绕过去啊 再回到 主城关这儿 来到光化楼的西侧 旁边紧挨着的就是马道 方便上下 马道的对面就是将军府 站在楼顶将军府的建筑布局 尽收眼底 对面也是马道 站在阁楼的顶端 站在阁楼的顶端 整座家喻观的美景